请编辑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吕宁斯 最新的行业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在2020年底 已经达到了6.17亿人 占网民总数的62.4% 那么网络主播账号 已经累积超过了1.3亿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今天发布了2020年 中国网络表演 直播行业发展报告 提出相关数据 指出 2020年 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市场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 1930.3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其中大多数的网络主播 月收入从3000到5000元不等 24到30岁青年段的主播最多 占全部主播的将近40% 而直播平台的打赏收入 占行业收入的75%左右 占主播收入的35%到45% 文化和旅游部管理资料则显示 截至2020年末 具有网络表演直播经营资格的 经营性网络经营单位 有5966家 其中光是在去年取得这项资格的 就有3362家 直播行业规模在去年呈现倍增的趋势 中国直播行业 今年蓬勃发展 尤其在疫情之下 直播销售更成为商家业者 重要的经营手法 但是也因此导致行业乱象层出不穷 官方也因此制定了多项相关的法令 本月25号即将上路的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实行版 提出几项重要规定 包括主播应该在16岁以上 还有直播间要有分级管理制度等等 看看今天主要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9号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 两国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一事 北京时间下午5点许 习近平抵达人民大会堂主会场 同在克里姆林宫主会场的普京 互相挥手致意 中俄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人 工程建设者代表通过视频连线 分别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田湾核电站峰会场 辽宁省葫芦岛市 徐大铺核电站峰会场等参加仪式 两国企业负责人分别向两国元首 汇报项目进展的情况 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对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 表示热烈祝贺 向两国建设者致意崇高敬意 今年是中俄目标 面对世界一切 我们两个 一切以效果 生动权势 全面战争 深刻内涵 普京表示 俄方有信心同中方共同努力 顺利安全推进工程建设 今年是俄中木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和最高水平 他相信当天开工的四台核电机组项目 不仅将为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也将助力实现探达峰探中和目标 在田湾核电站分会厂和徐大铺核电站分会厂的中方代表 向两国元首报告开工准备完毕 习近平下达指令开工 开工 在原子能机械制造厂分会厂的俄方代表 向两国元首报告设备安装就绪 普京下达指令启动 田湾核电站和徐大铺核电站施工现场 第一贯水泥胶筑项目正式开工 方卫视综合报道 苏联解体之后 中俄两国开展合作将近31年 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大部分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而2014年到2015年的贸易额有所下降 距离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 到2020年之前要让俄中贸易达到2000亿美元 那是很有差距的 比如去年已经到了2020年 那么中俄贸易额是1077.6亿美元 同比还下降了2.9% 所以专家指出 这是由于两国的合作缺乏重大的项目支撑 而且许多合作没有形成体系和规模 两国在核能领域的合作 正好能够在机制 规模和技术 革新方面加大投入 那么核能领域合作 这就成为了继石油 天然气之后 中俄两国合作的重要的发展方向 在近年来 中国十分重视核能领域的发展建设 那么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比如大亚湾核电站等等 那么在核电技术方面 俄罗斯拥有比中国更加成熟 或者值得借鉴的方面 2016年李克强总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 就和时任俄罗斯的总理梅德威杰夫 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联合声明 而且两国迅速起草了建设 田文核电站两个新机组的文件 共同建设俄罗斯设计的两个机组 那么2018年的6月份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共同建政之下 双方就签署了核领域的 一揽子合作协议 商定合作建设 田文核电站的7号 8号机组 还有徐大部核电站的3号 4号机组 这是中俄迄今最大的核能项目的合作 那么它就代表着 两国务实合作的最高水平 这次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建政的 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 于是就是按照三年前的合作协议 在田文和徐大铺共同建4台新机组 那么4台机组逐步顺利开工 既展示了中俄在高端装备制造 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合作成果 也将助推双方各领域 务实合作的提升 那么此外呢 核能具有清洁高效的特点 4台机组建成之后 将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体现了中方力争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坚定决心 也体现了展现了彰显了中方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有利担当 还在这儿补充一个资料 到2020年底 中国已经在运行当中 还有核准载舰的核电机组 一共是66台 装机7075万千瓦 其中呢运行中的有48台 这是4989万天瓦 距世界第三 和核准载舰的18台 2087万千瓦 居世界第一 所以呢 中国现在是世界级的核电大国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外长会议 19号到20号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举行 美国和俄罗斯将会讨论 两国总统举行峰会的提案 不过在会议前夕呢 美国继续地抨击俄罗斯 两国紧张关系 未见缓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前夕 举行记者会 批评俄罗斯规范外国船只 使用北极航道的做法 违反国际法 又指美国关切俄罗斯 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力量 可能引发误判 危及地区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提出 在6月到欧洲出席 七国集团会议期间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据报会面很大机会 在瑞士举行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会在北极理事会 外长会议期间 就俄美峰会的安排 同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 拉夫罗夫早前表示 俄罗斯对美方的提议 做出了积极回应 又指俄美峰会的相关程序 仍在磋商之中 时间和地点仍未确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北极理事会也可以翻译为 北极的议会或者北极委员会 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 国际交流机制 主要就是关注商议 临近北极的一些政府 还有原住民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议会 这个理事会总部设在挪威 那么现在的北极理事会成员 一共是八个 就是环北极的八个国家 加拿大 丹麦 芬兰 冰岛 挪威 俄罗斯 瑞典和美国 这个主席由八个成员国 国家每年 每隔两年论路担任 那么这次应该是冰岛担任主席 还有六个北极的原住民族 在北极理事会中 有永久的参与的议席 维护自己的权益 再有这个理事会 还有一些永久的观察员 最初是由法国 德国 荷兰 波兰 西班牙 英国 这些欧洲国家 那么2013年 在这个第八次部长节会议上 增加了中国 意大利 韩国 日本 印度 新加坡 这些算机会是比较发达的国家 2017年瑞士 也成为正式观察员了 所以今年的北极理事会部长节会议 就在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举行 美俄仍然是这次会议的主角 那么双方在会议之前就分别放话 一方面这次是显示出 在环保还开发北极议题上 表现出美俄的罕见的合作 但另一方面在军事基地等问题上 仍然是针锋相对 像气候保护 还可持续发展的这次是北极 其实一直是主要的议题 那么特别是当气候变暖 北极冰层融化 人类更加容易进入北极 那么怎么投资北极 怎么建立北极的航道 还有北极的冰下的丰富的石油 以及天然气 这各国都希望分一杯羹 所以这次比上次2019年 应该说美俄实际上 虽然他们照例经常是互相之间 会做一些批评的 但是这次确实在气候风会的问题 确实在气候保护的问题上 这个区域的一些自然保护的问题上 还是达到了一些共识的 那么当然在军事化问题上 拉夫罗夫外长早先说 说北极是俄罗斯的领土 俄罗斯有权维护自身领土的安全 随着全球暖化 更要保护 怕别的国家进去 但实际上他讲的是俄罗斯属地的那些北极 因为俄罗斯和北极相交的国土 边际线是最长的 那么布林肯赵立对此表示担忧 那么实际上 美俄这次的外长 在参加这次会议 两个外长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那就是拜登就任总统之后 首次的美俄外长直接的会面 那么这也是为拜登普京会面打前站 不过最新消息是 美俄峰会6月份 不是在这个冰岛这边举行 也不是在英国举行 而可能是在瑞士举行 好 看看还是美国的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18号参观了 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家电动汽车厂 拜登指出 美国应该在电动汽车领域赶超中国 拜登18号参观了福特汽车 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 电动汽车中心 福特计划在19号发布 F150皮卡的全电动版本闪电 拜登当天意外亲自测试了 福特即将推出的全电动F150皮卡 处于对汽车安全性的担忧 美国总统很少有机会 在任职期间亲自驾驶汽车 拜登3月底提出了一项 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计划包括在电动汽车领域 投资1740亿美元 转向电动汽车 也是拜登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白宫表示 美国仅占中国所拥有的电动汽车 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而且公共充电桩也要少得多 因此美国需要尽快赶超 现在中国正在这种资势 没关系这种资势 这是实际 你知道我们经常投资 比较多的研究和发展 比较多的国家 而中国是第八位 而 excuse me 第九位 我们现在第八位 中国是第一个 我们不能让这些保护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佩洛西宣称 以中国人权情况为理由 要呼吁各国对北京冬奥会 进行所谓的外交抵制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赵立坚 在19日的历史记者会上 指出美方个别人企图干扰 阻碍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方个别人 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 皆所谓人权问题对中方污蔑抹黑 企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方个别人的言论 充斥着谎言和虚假信息 是典型的美式闹剧 注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报道的其他重要表题新闻 休息一会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 19号在维也纳再次召开会议 对此伊朗总统鲁哈尼 当天发表讲话称 维也纳会谈将最终达成成功 伊朗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 老汗您说 敌人已经失败 目前和谈大部分都已经取得了成功 他承诺 维也纳和谈 在达成协议 伊朗最终将会去胜利 老汗您和谈大部分都已经取得了成功 取消制裁 认为他们不能够体恤民众的疾苦 当前把一冲突持续加剧 老汗您强烈请责 伊斯里的罪行 国际全世界 川普通统鲁哈尼 支持巴勒斯坦 伊朗國內民眾舉行大規模的 遊行集會聲援巴勒斯坦 鳳凰衛視 李維俊康姆森 德克蘭報導 伊朗問題的各方全面 協議聯合委員會 已經在維也納談了兩個星期 那麼19號再次舉行了會議 我們從伊朗總統魯哈尼發表的講話 從他的口氣上聽 應該說維也納會談將要接近尾聲 那麼他這次談判的成果 可以說很值得期待 這個伊朗和談代表叫阿拉格齊 今天稍晚些時間他會回到德黑蘭 先讓魯哈尼總統直接報告 那麼我們聽到魯哈尼在他的講話當中 其實也是抨擊了國內的保守派 所以有些人他就不希望和西方 這次這個核談判取得成功 那麼你們這些人 為什麼就不想想人民的疾苦 可以說現在在伊朗國內就圍繞著 是不是和美國再次達成這個伊朗核協議 也存在著保守派和改革派之爭 那麼現在的魯哈尼總統他是屬於改革派 下個6月18號呢 伊朗要舉行大選 那麼改革派會不會再次的能夠贏得總統職位 現在還很難說 那麼我想美國方面他們也知道在這個時候 如果不抓緊再和伊朗達成協議的話 那恐怕如果大選之後 這個保守派上台的話 那美伊關係恐怕就希望就越來越渺茫 那麼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應該美國方面也應該對伊朗作協議上 不但據說在一些關鍵議題上 這個分析還是在保留著 就看大家怎麼運用智慧了 好 看看另外一則信 本星期一和星期二 超過8000難民突然由摩洛哥 運用到西班牙在北非的屬地修達 大約4000人已經被遣返 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強調 會盡快地處理修達的危機 恢復室內秩序 在短短兩天之內 大批難民逃亡西班牙 在北非的海外屬地修達 他們游泳或乘坐橡皮艇到達 在搶灘上岸 西班牙派出一批士兵和警員到修達 協助邊防部隊阻止難民上岸 由於部分人逃走 士兵釋放催淚瓦斯把他們拘捕 紅十字會派出多輛救護車到場 先行照顧婦孺 由於多名難民登岸後 筋疲力竭和發冷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為他們蓋上茅毯 有些人甚至不知倒地 急需救援人員施救 修達是西班牙位於非洲大陸 西北角的海外屬地 坐落於摩洛哥東北部海岸 雖然摩洛哥稱 以封鎖道路阻止難民涌到修達 不過就有電視台拍到 摩洛哥邊防人員眼睜睜任由 數十名移民通過邊境關卡前往修達 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西班牙外交大臣剛薩雷斯 傳召摩洛哥駐西班牙大使表達不滿 他提醒魔方邊境管制是兩國的共同責任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周二取消了原定前往巴黎出席有關 國際援助非洲的會議 以便處理修達的危機 他強調會盡快恢復修達的秩序 桑切斯稍後與內政大臣馬拉斯卡 乘直升機抵達修達 並回去到梅利利亞 這兩個屬地一直都是北非人想投奔 歐洲改善生活的中途戰 輔航衛視 綜合報導 所以說修達這個城市 它是非洲的北非的摩洛哥 最靠近直布羅陀的海峽當中 離歐洲 西班牙最近的 這樣的一個城市 那麼這個城市在15世紀的時候 當時這個西方地理大發現 當時的航海大國葡萄牙 第一個向世界進發 就佔領了這個修達 建立了一個軍事據點 就控制了直布羅陀海峽 後來這幾百年 這個修達就一直在穆斯林 還有天主教 當然是摩爾人也曾經 在跨過直布羅陀海峽 佔領過伊比利亞半島 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後來天主教徒又奪回了 這個西班牙和葡萄牙 然後又南進到摩洛哥 那麼這個修達 就是一直在被天主教國家 先是葡萄牙 後來葡萄牙和西班牙 又爭奪修達 他們又發生內戰 最後修達選擇了西班牙 這裡邊的這個故事就很多了 我想說的是 因為修達這樣一個城市 曾經被不同的民族 種族 宗教 來了爭奪 但是看這個城市的著名的旅遊城市 金西可以看到地區發展幾百年來 馬上出現差異了 這個歐洲成為一個先進的這樣的一個地區 而就直布羅陀海峽 一海之隔的非洲就顯得落後 所以現在很多非洲人 就是為了到西班牙 居然往這個在直布羅陀海峽 南邊這個其實是坐落在北非的 這樣的一個小城市來擁擠 當然這裡邊有一些這個國家之間的 一些矛盾衝突 看來這個 摩洛哥的警察軍警故意放他們出去 好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台灣疫情嚴峻 週三新增267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而且疫情逐漸擴散到東南部 台灣新冠肺炎疫情依舊嚴峻 19號再新增267個本土確診病例 南部縣市 台南市更是首見病例 顯示疫情已經由重災區 雙北市擴散至中南部 台灣疫情中心宣布 全台提升至三級警戒管制驅嚴 除了台北市跟新北市之外 其他的縣市也陸續的在增加 那縣市別也超過了一半 所以在指揮中心 我們要宣布 那從今天起 我們要提升全國三級警戒 疫情中心指出 目前病例數持穩 但是限市數增加 所以要全台起一腳步抗疫 二十號起每天上午 邀請地方政府副首長 成績以上的人員召開防疫會議 整合資源 在疫苗獲取的進度上 也傳出新消息 透過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畫 Covid平台所購買的近 四十億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十九號抵達台灣 由於整個的一個疫情的一個變化 我們會要求在各個在分配的時候 我們需要控管一部分的疫苗 然後供我們在第一線的 醫護人員來使用 也供給第一線在防疫人員所使用 由於近來台灣確診病例數大增 醫療防疫人員面臨極大壓力及風險 疫苗抵臺之後 將加速審查的程序 統一調控 盡速接種 鳳凰衛視林奇兵蔡榮仁台北報導 前天的台灣的確診人數是333 當時我認為可能還是往上漲 可是這兩天並沒有超過300 今天是267 希望能夠儘快地能夠壓下去 好 最後 前天流亂世界 其他媒體的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